哈利利亚 我们现在打开旦约的旦约理书 旦约理是旦约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先知 没有任何一个先知 向他所预言的内容 所涵盖的年代那么广,内容那么多 所以,这卷书是我们很值得学习的一本书 因为,旦约理书被称为旧约的启示录 它里面的信息,跟我们今天所面临的末世 有很重大的关系 有的其他的先知书所预言的东西 都已经过去了 你也发现那些都百分之百的都应验了 所以,看见神经里面很奇妙的预言 在那些先知所预言的内容上面,一件一件应验 但是在旦约理书里面有很大的一个部分 即将应验,那是讲到末世的 所以,如果我们今天要读启示录的话 我们没有旦约理书,还读不是很懂 但是,读启示录一定要配合旦约理 读旦约理会让我们对于我们往后会面临的 比方说,末后有几年的大灾难 从旦约理书,我们就知道会有七年 而且分成前三年半跟后三年半 在启示录里面,有讲到说 在那些日子当中,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事情 但是这个七年,只有旦约理书讲得最清楚 我们要看一下旦约理这个人 我们看一下,我建给大家这个网址 大家会看到,这里有一个图表 这个图表是怎么回事呢? 我这个图表一打开,这个旧约理头就昏了 所以,还要先跟大家解释一下 这个图表是怎么回事 因为我们之前在读旧约的时候 这样的图表,我们已经看过好几次了 但是他还是不太习惯 所以我想说,大家还要先了解一下 这个图表,你看到最右边这一行 有没有,看到上面有个主前多少年 这个字很小 最上面一个字609 然后接下来608,607 这样一路下来,最右边 大家有没有看到我这个游标 这个就是说,从上往下 这是年代 越上面是越早以前 越下面是越靠近现在 所以这个图表是从主前,就是BC 公元前609年 一直到最下面是527年 差不多将近100年的时间 80年 80年时间的历史 这里能牵涉到几个国家 中间上面这个站有个犹大 就犹大国 你看这个犹大国 一直到586,后面就没有了 为什么?因为到了586年之后 这个犹大国就亡国了 王在谁的手中? 王在右边黄色这一块 叫做尼布甲尼撒 他是谁? 他是上面有写巴比伦 他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 巴比伦帝国就是在他的手中 兴旺起来的 但是他死了之后 这个帝国很快就衰落下去了 所以,他是这个帝国里面最伟大的一个君王 也是他建造的空中花园 他在586年的时候,就灭了犹大国 把犹大国的人,堵到巴比伦去了 那是当时巴比伦的做法 上面还有其他几个国家 犹大的右边有个蓝色的是以色列 以色列早就亡国了 所以你在这边看不到什么东西了 比犹大大概早亡国一百多年 然后在右边是亚兰 亚兰那时候也亡在亚述的手中 所以亚兰也看不到什么东西了 亚兰是什么? 亚兰经历了叙利亚 在右边这个是亚述 亚述帝国是在巴比伦帝国之前的一个帝国 所以亚述帝国就是亡在巴比伦的手中 亚述帝国最先是灭了以色列 现在是巴比伦兴起之后,取代亚述 然后把犹大给灭了 犹大跟以色列是神的选民 当初圣经里面 旧约就是讲以色列人的故事 可是到了所罗门王之后 以色列这个国家就分裂 分裂成为南边的南国跟北边的北国 北国又叫做以色列 南国又叫做犹大 所以,犹大跟以色列 就是当初大卫所罗门这个王国 后来分裂了 但是后来他们因为违背神 所以,神让他们受到管教 以色列就被亚述掳走了 犹大现在是被巴比伦掳走了 巴比伦掳掳走 犹大这个国家的那些百姓 他分成三批 你看到三个红色的箭头,对不对? 从右边指向左边 这个箭头从谁指向谁 就是说,谁把谁攻打谁 把他战胜了 所以,巴比伦三次打败犹大 犹大当然是很小的一个国家 打不过巴比伦 但最主要是因为犹大他们违背神 所以,神就把他们交在巴比伦的手中 要不然的话 神在犹大的历史里面 常常是让他以寡敌众 甚至于神就亲自拜天使 把敌军给灭了 所以,重点是不在乎敌人的强弱 重点在乎他们自己是不是忠于神 是不是依靠神 但是,犹大人到末年的时候 他们说,没有一个王是好的 约哈斯、约亚金、约亚金、西里加 这几个王都是恶的王 都是不好的王 所以,神就把他们交在巴比伦的手中 巴比伦就三次的把他们的人掳走 这三个红色的箭头 第一次,就是在605年的时候 就是我们刚刚读《一旦一礼书》第一节 犹大王约亚竟在位第三年 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来到耶路撒冷将成围困 所以,这个是尼布贾尼撒那时候 可以说,他刚刚登基了 刚刚登基的时候 他就把犹大人掳去了第一批人 第一批人里面包括谁? 圣经里面,这边有提到 把一些贵族里面,带走一些精英分子 而且,这些精英分子不是只是聪明而已 而且,符合很多条件 第四节,要年少 年纪大了,还不要 所以,他要年少的,然后要没有残疾 就是身体都很健康的 相貌要俊美,英文说Handsome 还要长得漂亮,Handsome,帅哥才可以 通达各样的学问,知识聪明具备 所以,这样的人才能够,他们才要 要抓去干什么? 抓去不是要扭街示众 不是要把他们剥皮 不是要把他们喂狮子 不是,他们真的要好好地培养这些人 很好,培养这些人 为什么?要让他势力在王宫里面 所以,要叫他们各样 要叫上迦勒底的文字跟语言 迦勒底就讲巴比伦 等一下,我们会看到 所以,其中有一个,就是但以理 第六节,有但以理、哈拿尼亚、弥撒利跟亚撒利亚 这四个都是年轻人 所以,以那时候这样判断 可能那时候,他们大概都是十几岁 有人说大概15岁 有人说20岁 有人说16岁 大概差不多就是十多岁 teenager可能是 那时候,他们已经显出他们的知识聪明 显出他们的potential 显出他们的这种才干 所以不会太年轻,不会太小 但是也不会太大 咳嗽性是很强的 教他们语言 给他们多少时间?三年 所以,这里面有但以理 你看我们左边 左边这个就是但以理 我们这里还有好几个名字在旁边 但以理的右边,这个叫做以西杰 以西杰是另外一个先知 他也是被掳到巴比伦去的 他是在第二批被掳的 他是第二批被掳的 然后,还有一个先知叫耶利米 耶利米,他是在被掳之前 一直在那边传信息 给这些犹大人,警告他们 警告他们要悔改 但是没有人听他 到最后他就很失望 后来那些留下来,没有被掳去的 就把他带到埃及去了 这是耶利米 另外,厄巴迪亚是另外一个先知 他是专门对以东 一个小国家发预言 你看,丹以理 它这个线条最长 从605那边一直往下拉 拉到最下面 到差不多536那个地方 中间下面有个绿色的贝鲁归回 贝鲁归回上面有一个数字 536 意思是什么? 就是到了536年的时候 这些被掳到巴比伦去的这些犹大人 那时候突然得到一个许可 他们可以重新回到他们的故乡 为什么? 因为那时候改朝换代 那时候是 波斯 右边下面,这边有个波斯玛代 那时候是一个古猎王 他登基 不是说他登基 那时候他掌权 他那时候,他灭了巴比伦 所以,他的德政就是让这些被掳的人可以回去 所以到536年的时候,他们就可以回去了 从第一次被掳,605年 一直到他们被掳归回 是536年 是东间相隔了70年 这个70年是先知耶利米在他耶利米书里面所预言的 说:"神会让你们被掳到巴比伦去,时间是70年 所以在这个70年当中 但以利一直在那边 他就一直活到他们被掳归回之前 为什么? 因为圣经里面有写 他发现,70年快到了 所以那时候,他就开始为犹大人要挥回祷告 所以他跟神祷告 他先跟神认罪 说我们得罪你 所以才被掳到这个地方来 现在时间到了 求你让我们能够回去 所以,神要做一件事情 一定要先感动一个人 为那件事情祷告 所以,但以利是一个很好的榜样 他是一个很伟大的带导者 因为他的祷告 神就让古列王兴起 然后让那些被掳的得到释放 然后神称但以利是一个大门倦耐的人 我们的每一根都是神所爱的 但是但以利,神还特别深压 是一个大门倦耐的 因为神特别的宠爱他 他知道神的心 神这时候就要把犹大人释放回去了 但是,没有人起来为犹大人祷告 神急得不得了 那时候刚好,但以利看到了 先知书上面 这么说,看到耶利米的预言 他就起来祷告了 所以,他真的是摸着神的心 所以,今天神在这个地上,也是寻找什么? 寻找带导者 然后看到我们家里面有些人还没有信主的 有谁能够为他们带导呢? 当我们起来祷告的时候 神心里就何等高兴 我们要成为在祷告里面与生同工的人 所以,你看到这个黛伊里书 代理书,如果说你给他分的话 他怎么有十二章? 有十二章 刚好分成两部分 一到六章是第一部分 七到十二章是第二个部分 一到六章是第一个部分 他的内容是讲到历史 讲到过去已经发生的事情 特别是讲到但以理跟他三个朋友的一些事迹 后半段是讲到预言 就是但以理书他看到的一些异象 什么叫异象? 异象就是说,他透过他灵里面的眼睛 神给他看到一些图画或者一些景象 我们今天看一个video,看电影一样 神在他面前演一些电影 他就坐在那边,看到一些东西在他面前演出 他从这里面拿说 这些到底是什么意思? 神特别给但以理有解梦 还有看这个异象 对异象明白的恩赐 但是,当但以理看到有一些异象的时候 他真的还不明白他里面是什么意思 所以他还要问神,问天使到底这是什么意思 结果神就跟他解释 这个原来都不是小事情 他看到的异象是什么? 牵涉到以后的四个大帝国 他又牵涉到末世的异象 所以他一看,这不得了 所以他就把这些东西写下来 这是七到十二章的内容 其实,关于末世的四大帝国的异象 在第二章里面,就已经开始有提到 但是,在后面讲得更详细 这是但以理书 所以可以知道,它分成两个部分 前半跟后半,历史跟语言 但以理书被称为是旧音乐的启示录 我们可以跟启示录做一个对照 启示录也可以分成三个部分 三个部分,不是等长的部分 因为,那时候启示录的作者 叫做约翰,是老约翰 主耶稣的门徒 主耶稣有十二个使徒 有一个是卖耶稣的犹大 那不算 剩下十一个人 十一个人里面,有十个都是殉道的 只有约翰 约翰神把他存留,祂的性命最久 他可能活到差不多九十多岁 不知道怎么到一百岁 那时候他,后来就是因为信主 然后服侍神 结果被罗马政府放逐到巴摩海岛 那位海岛,在爱琴海里面的小岛 结果有一天,他就看到异象 看到异象,神将他显现 那时候,主耶稣就给他一个吩咐 他说,你要把所看见的,还有现在的事 还有将来必成的事,都写下来 这是在第一章里面 启示录的第一章里面 主耶稣给他这样的吩咐 吩咐他做三件事情 第一个,要把所看见的 第二个,要把现在的事 第三个,要把将来必成的事,都写下来 这些是什么东西呢? 因为在第一章里面,他就是讲到说 他所看到的是什么? 他所看到的是荣耀的基督 看到荣耀基督的异象 因为以前,他知道基督就是在地上行走 很温柔、很谦卑 没有佳行美容,跟他们在一起 但是,在启示录的第一章里面 他看到那个基督,跟他过去看到的不一样 发出荣光 然后从头到脚上一看 这时候,约翰在主耶稣钉十字架之前 在最后的晚上里面 约翰还是躺在主耶稣的怀里 所以,他跟主耶稣是很close的 可是在启示录里面,他一看到耶稣的显现 他趴在地上,像是一个死人一样 因为他发现,这个基督这么荣耀 所以,基督是什么样子呢? 主耶稣叫他,你要把这个写下来 就是所看见的,就在启示录的第一章 所以,他要把第一章的内容写下来 所以,启示录里面第一部分就是这个 所看见的 第二个部分,就是第二章到第三章 神给他说,你现在去跟七个教会 去发给他们一些讯息 神要他们怎么样 他们什么地方需要悔改 什么地方需要加强 然后,鼓励他们要起来得胜 所以,这个讲到是现在的事情 因为那七个教会在当时都存在的 当然,这七个教会也讲到说 后来的教会的七个时代 但是,重点就是说 那时候是有七个教会 他要把讯息传给他们 这是启示录第二章跟第三章的内容 第四章以后,都是讲到 末后会成就的一些事情 所以,这叫做末后的意象 所以,启示录就分成这三个部分 这个跟单一礼书有什么关系? 单一礼书里面的一到六章,就讲到历史 其实就像是说 启示录里面第二章跟第三章一样 讲到现在的事情 然后,单一礼书的七到十二章 后半那部分,也是讲到帝国跟末世的意象 跟启示录里面的第三个部分 这个是讲到末世的意象 是有相关的,有相关联的关系的 所以你看这个颜色,我跟他一样 中间的是粉红色的,最下面的是蓝色的 我重点是讲到什么呢? 启示录里面第二章到第三章,讲到那七个教会 神对这七个教会说话的目的是什么? 神对那七个教会说话的目的 是在当中要呼召得胜者 所以在这七个教会里面,神对他们有一些要求 然后,祂要这些教会里面的人 神要起来回应这样的一个呼召 凡是回应神呼召的,就是得胜者 胜过谁?胜过我旁边的人吗? 也不是 就是胜过罪的权势 胜过撒旦的攻击 还有胜过自己 还有胜过世界的引诱 等于是说,你要从那个潮流当中,要中流砥柱 你要从那当中要站出来 你不要被那个教会里面,好像是一个负面的风潮所带走 你要在当中作为一个中流砥柱的一个人 所以这个叫做得胜者 所以神在每一个教会里面,都在呼召得胜者 主耶稣在来的时候,有一批人会先被提 在启示录里面,我们知道这批人叫做得胜者 得胜者会先被提 教会里面绝大多数的人 平常都是马马虎虎,随随便便 突然发现,怎么搞的,有一些人不见了 后来知道说被提了 他们被提,表示我在这地上是什么意思? 我是被撇下的 被撇下怎么办呢? 就是说,你要经过大灾难 大灾难的时候,那时候会有大的逼迫来到 平常那个不爱主,这时候开始就觉得说 我爱主了,我这不爱主不行了 不然的话,我再下去的话,我就要沉沦了 所以那个大灾难,会让很多人的心被炼净 以前对神马马虎虎的,这时候都开始认真了 这时候要抓住神了,因为如果不抓住神的话 他们在大灾难当中,是经不起的 是没办法,是逃过去的 所以,我们的但一礼书也会看到这些事情 神在这个末世,就是神在那里呼召得胜者 但一礼书里面,他是让我们看到什么呢? 他就让我们看到得胜者的榜样 但一礼跟那三个朋友,就是得胜者 他们在巴比伦那样的恶劣的环境当中 他们怎么样能够为神做见证? 他们怎么样能够站在神的立场上面 不向恶势力低头 结果,那个王都要把他们丢在火窑里面 要把他们拿去喂狮子的 结果,就让神保守他们 要逼迫他们的王,都不得不敬拜神说 你们所敬拜的是真神,是创造天地宇宙的真神 所以,那三个朋友还有但一礼是得胜者 所以,启示录跟但一礼书有什么关联呢? 我们就看到,他们不仅是讲到末世 他们更讲到得胜者 所以,但一礼书它的后半部是讲到预言 预言其实是但一礼书里面的一个精髓 因为它是跟我们每个人都相关的 但是,在但一礼看到将来会发生的这些事情 这些启示之前 圣经让我们先看到但一礼这个人 让我们先看到但一礼那三个朋友是怎么样的人 为什么?因为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一个原则就是 在神的眼中,这个工人比工作更重要 就是,但一礼他所看到的这些启示 他所看到的,他所发的这些 不是说他发预言 他其实,但一礼书也严格上说起来 但一礼不是在那边发预言 他是看见启示 然后,神把奥秘向他解开来 奥秘解开来,才叫做启示 奥秘没有被解开之前 不叫启示,叫做奥秘 所以,什么叫启示? 启示就是揭开的意思 好像把一个布幕,把一个窗帘把它拉开 让我们看见里面的奥秘 当那个窗帘盖起来的时候,里面的东西叫做奥秘 所以,神看一个工人,比工作更重要 祂可以随便,祂就是说 但一礼,我给你这些启示 你就把这些启示写下来 然后,把这些东西让他知道就好了 其实,光是7到12章也就OK了 但是,神没有这样子 神让我们看到说,祂使用但一礼这个人 祂是有经过一个预备的过程的 祂让我们先看到1到6章 看到这三个朋友,跟但一礼是怎么样的人 他们怎么样在熬练当中,为主赞助 所以,得胜者,祂有什么样的一个特质? 什么特质? 我们在启示录里面,有这么一段话 有没有看到,报告你这个是最下面 这个旧也帮我们读一下 这是在启示录里面,第2章第10节 讲到士美拿的教会 对,在这教会里面 神呼召他们,得胜者要怎么样? 他说 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 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尖里 叫你们被试炼 你们必受犯难十日 你勿要致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 你勿要致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 这是给士美拿教会的信息 士美拿就是默要的意思 这是当时亚西亚、亚西亚 这边七个教会里面,得第二个教会 这个教会的特点就是说 神预言说,他们会受到大的逼迫 得胜者需要怎么样? 要致死忠心,要不怕死 神就赐给他生命的冠冕 另外还有一处经文 这个是启示录12章11节 你看这包括下面 就是这样 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 和自己所见证的道 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 或者说,他们虽面对死亡 也不会想后退缩 所以,这个是在末后这个时代 神要呼召得胜者 得胜者身上需要有的特质 就是要不怕死 你不怕死,一切都不怕 如果说,比方说你生了病 生了病,怎么办?主啊 如果死了,怎么办? 死了,我家里还有家人 还有这个事情还没有做完 怎么办? 你想到这么许多,那你牵挂太多了 牵挂太多了 你就很难从这个病的挑战当中得胜 如果你不怕死 医生宣告我得了cancer 主啊,我说死就死吧 主啊,我死的话是好得无比的 所以你就欢欢喜喜主啊 这个一切,我相信都在你的手中 我不害怕 因为我天上的阿爸父最爱我 他知道我的需要 他知道我到底这个家人能不能经认起 主啊,这些我都交托在你的手中了 主,我就是愿意你的旨意在我身上成就 我就欢欢喜喜 结果呢?欢欢喜喜的结果 圣经说,喜乐的心乃是良药 结果,神的医治在你身上就很容易就能够发动了 所以,我们要胜过这些疾病,胜过撒旦 因为我们需要不怕死 一个基督徒如果怕死的话 好像对救恩就不太了解 不够清楚 你知道,你如果真的是得救的话 你就不会那么害怕死 主啊,请你不要,我不要这么年轻就蒙主宠招 既然是蒙主宠招,你还那么害怕 这个是神的恩典,神的爱 保罗,他就讲说 我如果能够被主招去的话 这是好的无比的 今天留下来不是为了我自己 我留下来是因为,我还有一些人需要服侍 为了教会的缘故,他才留下来 为了他个人的话 他觉得说,早一点离开这个世界 跟主耶稣在一起是更好的 所以,我们现在回到单一礼书第一章 我们现在知道单一礼书的结构 我们现在回来看到神怎么样在这边 让我们看到单一礼他们经过了什么样的事情 这四个人,都是年轻有为 都很帅的,然后又聪明 结果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去了 掳到巴比伦去,前途茫茫 结果没想到,原来是要给他们这种 精英的教育 教他们迦勒底的文字语言 等一下,这还有一点要说明一下 巴比伦 你看到这边 巴比伦是什么地方? 巴比伦在圣经里面,最早它叫做巴别 在巴别那个地方,他们盖了一个塔 叫做巴别塔 就在创世记里面,第十一章 巴别塔,他们那时候 那时候他们就是 因为洪水以后,他们觉得太没有安全了 所以他们要盖一个很高很高的塔 塔顶通天,为要宣扬我们的名 因为我们多伟大 我们用这个砖,就这样子盖了这么高的塔 其实这个塔,真正的是一个temple 是一个殿 一个庙 这个庙是干嘛? 这个庙就是要宣扬我们的名 所以巴比伦,他最早叫做巴别 就是巴别塔的所在 巴别塔,就是用来宣扬自己 宣扬我多伟大 所以这是人心里面,这里面的一个倾向 要宣扬自己 塔顶通天,意思就是说 我要跟神力量高的 巴别是位于什么地方? 那个地方叫做士拿地 所以当你看到巴别、巴比伦、士拿地 其实都讲同一个地方 这个地方后来又被称作迦勒底 迦勒底是更大的一个范围 亚伯拉罕就是从迦勒底的吾尔 所以迦勒底是一个大的地区 吾尔是其中一个城市 巴比伦是其中另外一座城市 所以,巴比伦是迦勒底地区 一个很重要的城市 所以在圣经里面,有时候看到说 迦勒底人,就是巴比伦人 所以巴比伦跟迦勒底 常常这两个字互相交互使用 但是最起初 它整个大的区域叫迦勒底 像尼布加尼撒尔的老爸 他本来是迦勒底的一个王子 后来他就占领了巴比伦 就在巴比伦称王 所以当这个国势强盛之后 就被称为巴比伦帝国 是以那座城的名字,称帝国的名字 所以,当你圣经里面,你刚刚说 他们要学迦勒底的文字 就是因为那个地区叫迦勒底 在圣经里面,巴比伦这个城市是预表 预表就是说代表 代表抵挡神的一个系统 他跟耶路撒冷是相对的 所以在启示录,他们两个是互相敌对 你如果看启示录的话 你就看到那边有两座城 一座是巴比伦,一座是耶路撒冷 所以,这是两座城,两个妇人 这个才从圣经里面,从创世纪到启示录 就是讲到两个妇人 一个是巴比伦,这个是一个大淫妇 耶路撒冷,地上耶路撒冷也是不行 但是天上的耶路撒冷 是讲到基督的心妇 所以,一个是基督的心妇,一个是大淫妇 一个是巴比伦,一个是天上的耶路撒冷 在启示录里面,巴比伦还分成三个 分成宗教的巴比伦,经济的巴比伦 还有政治的巴比伦 这三个巴比伦,在基督再来之前 都是先后沉沦 第一个是,宗教的巴比伦先倒了 然后,经济的巴比伦,第二个也倒了 最后,政治的巴比伦,就被基督再来的时候 所打败了 宗教的巴比伦是讲什么呢?讲天主教 这个在启示里面会提到 我们现在又回过来看 这几个少年人,他们现在被带到巴比伦去 被教导加勒底的文字语言 为了什么?为了将来可以站在王的面前来服侍他 所以,在人看来,这是大好的前途 你怎么会有这么好的机会呢? 本来是做亡国奴的 我没有被抓去这边扫厕所 这已经是感谢主了 他现在还要站在王的面前 他接受这么好的教育,真好! 所以,他们大可以在这个当中好好的发挥一番 但是,你看这几个人,他们有不同的心智 这时候,他们第七节 太监长给他们起新的名字 他们本来有他们原来的名字 你看到这个下一页 希伯来人的名字,都有意义的 但以理的意思,它的意义是 神是我的审判者 哈拿尼亚是耶和华满有恩惠 这名字都很好 米撒利是谁能像神一样 然后,亚撒利亚是 耶和华是我的帮助 所以,这个是他们的名字的含义 这些名字的含义,其实就是 反映在他们后来的那些经历里面 看见神对他们真的是满有恩惠 在这个被掳之地,神与他们同在 然后,他们见证 没有任何假神可以像我们所信的这位神一样 那样的伟大 然后,耶和华也是我的帮助 在我患难中随时的帮助 但以理,神是我的审判者 神是我的审判官 祂为我主持公义 但以理书,其实这些名字 它的意思是非常丰富的 今天我们只是举其中的一个 神是我的审判者 祂原来第一个名字就是说 神是审判者 就是说,祂不只是我的审判者 如果但以理是个义人 那当然就是为祂申冤的 祂不只是个人的审判者 祂是全地所有列国的审判者 然后,现在到了这个地方 太监长给他们起新的名字 这巴比伦的名字 一个叫伯迪撒萨 愿这个神,这个神是什么神? 是假神 他们巴比伦的假神 来保佑我的王 另外还有一个叫做 他说是囚迫者的宝藏之主 这口读来读去 不知道他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 反正你会看到他这个意思 都是跟假神有关的 撒得拉拉,我甚至惧怕我神 这个我神也是假神 或者说是伟大的文士 弥撒在王面前,我唯不主道 算不得什么,或者是王的宾客 亚伯尼科,尼泊之徒 尼泊也是假神的名字 所以,他们到了这个新的地方 他们被取了这个新的名字 这新的名字都跟那些假神有关系的 好像就是说,巴比伦王尼布甲雷撒 要整个的改掉他们的命运 所以,在这个外邦当中 这些外邦的官员 对他们有另外一方面的期许跟要求 但是,他们知道说他们自己的命定 他们知道他们自己的呼召是什么 他们知道他们自己原来的名字 这四个年轻人,为什么? 其实他们说起来,他们是蛮倒霉的 他们说,我没有犯罪 是我的列祖犯罪 是那些别人犯罪,所以他们才被掳 照理说,这四个人 他们向着神是很忠心的 他们向着神是很单纯的 其实为什么他们会被掳呢? 但是,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单纯 向着神一个忠心呢? 跟他们的母亲很有关系 一定是母亲的教导 让他们从小就来依靠神 所以,他们能够在这样一个恶劣的环境之下 依然没有辩解 依然能够站住 然后,他们也紧紧的抓住 他的父母亲所给他取的那个名字 经历到说,神是那位审判者 经历到耶和华是蛮有恩惠的神 他们也经历到说 没有任何假神可以像我们的神一样 还有耶和华是我的帮助 所以,在他们的经历当中 他们就是一代的见证 他们原来这个名字的意义 至于人家对他的要求 人家对他的期望都放一边 所以,基督徒我们在这地上 我们最要紧的是要在乎说 神你在我身上的呼召是什么 你对我的期望是什么 不要说,人家对我的期望是什么 人家给我一个title 人家给我一个什么名字 好像那是人家对我的要求、对我的期望 但是,我要知道说 这当中,这个是不是神对我的要求呢? 是不是神对我的期望呢? 所以,他们就很清楚的见证出 而且表达出来,他们真的是中流砥柱 在整个洪涛,外邦的整个潮流当中 他们不被这个潮流卷走 所以,你看接下来 他们就给他们饭食 这饭食不错的 他是说,王所饮的酒,都供给他们吃 这个巴比龙王吃的,绝对不是什么简单的 很差的,都是三身海味 要给这些少年人吃 所以,少年人他们说 他们不用这些来玷污自己 这些东西难道不太卫生吗? 不是,有几个可能 第一个,这些东西都是先拜过偶像的 在当时,特别是那些肉类 很多都是先祭拜过偶像之后,他们才吃的 所以,那些等于是既偶像的东西 他们如果吃的话,就被玷污了 第二个,里面可能有一些 本来是旧约里面所规定,所不洁净的东西 猪肉、马肉、兔肉 还有这些三身海味 但是,这些东西在旧约里面 这些算属于不洁净的食物 因为他们不分提,不倒脚 要分提倒脚 这个在《立委记》里面的 分提倒脚,什么叫分提? 分提就是提,中间要分开来 你不能是合在一起的 然后,倒脚就是繁储 所以,什么叫分提倒脚? 简单说,牛、羊、鹿,这些都是洁净的 我讲的是走寿 为什么有些食物算是洁净 有些食物算是不洁净? 在旧约的里面 我们从它属灵的含义 从它的含义里面,我们可以去体会 因为,神借着这个洁净的食物 让我们知道说 一个基督徒应该要有什么样的特质 不洁净的时候 就讲到说,一个神所不喜欢的特质 所以,刚才讲到洁净的这种走寿 就是要分提跟倒脚 分提,跟世界的潮流要分别出来 跟他们要分别 倒脚就是我们要反复思想,取交神的话 所以,读圣经 读圣经怎样能够读出味道来 就是要默想 你一句话,反复的去思想,去默想它 这个时候,神就很容易透过这句话来 touch 到你的心 如果你就是走马看话 读过去,这个故事大概懂了 无伦吞枣 无伦吞枣的话 神就不容易借着这个话来 touch 到你的心 但是,如果你同样这一段 你就反复的读 你会跟神祷告说 神啊,求你来教导我 让我能够明白你要对我说什么 当你在这边读的时候 突然,圣灵就在你的里面 会跟你解释这段圣经 而且,是对你personal,产生含义、意义 所以,这个就是很重要的 这个叫做,我们要倒脚 我们对神的话,要反复的思想 反复的取交 这个对我们来说,就会产生含义 这个时候,你就会经历到什么 什么叫做?神,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 神,耶稣说,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 这个话,这个就是说 神对我们说个别的话 这个叫做希腊文,这个话叫做Rema 现在就回到单语语书了 这个王派给他们这些少年人 给他们三针海味,王吃的 还有酒,这都不错 但是,他们却不愿意 因着这些食物而玷污了自己 他说,求你给我们吃简单的 那个太监长说,不行 如果说看到你们到时候面黄鸡兽 我这个头就难保了 真的是半君如半虎 不小心的话,脑袋就搬家 他那个单语里,就对太监长所派的伪伴 第十二简单说,求你试试仆人们十天 给我们素菜吃跟白水喝 只吃那个素菜 有vegetable 还有喝这个water 不喝酒 不吃那些肉什么的 是这么简单的,试试看 到时候比较一下 看我们面貌跟其他人比起来如何 这蛮好的一个实验 那时候他蛮有实验的精神 回半厅,不错 试试看,十天嘛 十天不行再说 结果没想到过了十天之后 他看到,他们比其他用王善的一切少年 更加俊美肥胖 中文说肥胖 原文的意思,不是说肥胖 而是说肌肉更加的发达 身材更加的魁梧 就是说,这个人身体,身材更加的好 所以,他一方面又俊美 一方面又是更加的魁梧 所以,他们就说,那这样不错,那就好 那就到他们所说的 就把所用的这个扇跟所饮的酒 都给他们撤去了 就给他们吃那个素菜 这其实对那些少年人来说 是一个很大的牺牲 正在成长的阶段 天天现在吃素、喝水 他其实不是不喜欢吃肉 但是他不愿意因着吃那些肉 而玷污了自己 他看神的律法,神的诫命 比这一切世上的享受更重要 他要得神的喜悦 超过自己的舒服 超过自己的喜好 所以,这是得胜者里面需要有的一个特质 我们看神比一切都更重要 为着神,我可以放下这地上一切的喜好跟享乐 结果神有没有亏待他们 十七节 神就在各样的文字跟学问上 赐给他们聪明之事 然后,但以理还神还特别给他另外一个恩典 让他能够明白各样的异象跟梦造 所以,当他们为神摆下自己的这种享受的时候 神就丰丰富富的加给他们更多的属天的智慧 地上的智慧也给他们了 天上的智慧也给他们了 但以理还得到一些超自然的灵里面的一些智慧跟看见 他能够看见异象,做异梦 同时可以解这些事情 所以,他有一个美好的灵性 在但以理书,后面里面对但以理的一个评语 其中一个皇太后对他评语说 这个人里面有一个美好的灵性 连外方人都看得出来 所以,他不只是有地上的智慧而已 他还有天上的智慧 等到日期满,太监长就把他们带到王的面前去了 结果王跟他们一讨论 跟他们谈论天南地北 结果少年里面没有一个人可以比得上 但以理,还有他那三个朋友 所以,他们就被留在王的面前来示例 那个王拷问他们一切事情 就发现他们的聪明智慧 比通国的术士跟用法术的,还胜过十倍 所以,当一个人的心这样的愿意为着神的时候 神真的是把所有的祝福都清到他身上 而且,还不是只是停在这里 让他说,好了,以后升官发财 以后在那边,但有荣耀 神不是为着这个 因为后面,他要这几个孩子,这几个年轻人为他做见证 让众人知道说,普天下,只有以色列的人所信的这位神是真神 所以,他把他们放在高位上,是有目的的 不是为着他们自己,是为着神的荣耀 他们也不负神的托付,真的是为神赞助 这是第一章 第二章我也很快讲一下,我就不念了 第二章,彼不讲尼撒第二年,他就做了一个梦 做了一个梦,什么梦呢? 大家看着这个,我会想知道 我们曾经给大家看的一个圣经奇妙的预言里面 有看过这个图 彼不讲尼撒就做了一个梦 问题是说,他做完这个梦之后,他就忘了 忘了就算了吗? 可是,他心里头一直觉得很烦乱 就觉得说,他要把那个梦想起来 他说,这个梦很重要,里面一定有意思 但是,他现在偏偏就想不起来 所以,他就把那些国内的那些术师 用法术的经歇,术的那些人都招来 给他们一个任务,说 第一个,你要先把我做什么梦,告诉我 第二个,要把我所做的梦的含义讲出来 解释出来 然后,如果你不能做不出来的话 要怎么样?杀头 要被灵池 第五节,要被灵池 然后,你的房屋要被拆毁成为笨堆 这个灵池,我们的想象就是说,让他死不掉 然后,他一直在受痛苦 这是我们现在的想法 但是,照个原文的话 灵池就是说,被切成碎片 切成碎片 因为这个英文里面,你这边可以看到 它是写成,第五节 它这边有写,Cut into pieces I will help you cut into pieces 就会切碎尸万段 就把你碎尸万段 不管你吃也好,碎尸万段也好,总不是好事 但是,如果你可以把这个梦跟讲解告诉我的话 那就会给你大的赏赐,大的尊荣 结果那些术士,每一个人都傻眼 他说:"王啊,你不要跟我们开玩笑 你只要把那个梦告诉我们 我们就来帮你解 我们就生气了 我明明告诉你错,我已经忘了,你还问我 你们想要跟我这样子耍赖 跟我打马乌眼 小心我给你们这个好看 那些人就说,你这个事情太难了 世界上没有人能够,第十节 世界上没有人能够将王所问的事说出来 因为没有君王大臣掌权的 像术士或者用法术的 或者迦勒底人问过这样的事情 11节 王所问的圣男,除了不与世人同居的神明 没有人在王的面前能说出来 结果这个王就气愤愤的大发烈怒 这些王从小在宫廷里面长大 这是王子,这个公主,养尊处牛 所以他们这个EQ超紧差 一不高兴就会发怒 就要杀人了 他还不是杀一个人 他说,灭绝巴比伦所有的择事 12节 结果这下子,大祸临头 包括蛋一里跟他的三个同伴也都要被杀 蛋一里就问说,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他用婉言回答王的护卫长 这个护卫长就告诉蛋一里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所以,蛋一里就求王宽限了 他说,求王再宽限一下,他可以帮王来讲解 但是他自己也不知道,他怎么会知道呢? 所以17节,他就回到他座的地方 把这事情告诉他的三个同伴 要他们来祈求天上的神施怜你 讲这个奥秘的事情指名 免得蛋一里跟他的同伴,跟巴比伦其余的择事 一同灭亡 在这里看到一个名词 第18节 天上的神 这个名词在第二章里面出现好多次 第19节这边也有,他称颂天上的神 第28节 只有一位在天上的神,能够显明奥秘的事 37节 他说,王啊,你是诸王之王 天上的神,你将国度、权柄、能力、尊荣都赐给你 44节 当那日夜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 你看,在旧约其他地方 很少有这样来称呼神的 都称呼神是什么? 是天上、地上的神 是掌管宇宙万有的神 是住在我们当中的神 在蛋一里面说,祂是天上的神 为什么? 另外,还有两点书也有提到 就是以色拉跟尼西米 在他们被掳归归回之前 他们也是称,神是天上的神 所以,神是天上的神 是特别在什么时候被这样称呼? 就是在以色列人被留了70年当中 他们对神的称呼说,是天上的神 因为本来神是借着圣殿住在他们中间的 但是圣殿已经被拆毁了 所以,神现在在天上 我们现在看的是战伊里书 另外一个先知叫以西结 在他的这个message里面 他详细的记录到 神的荣耀是怎么样的 一步一步的离开那个圣殿 然后他真的要走的时候 他还回头一看 就是说,神舍不得走啊 但是,以色列人还有犹太人 他们犯罪,犯得太可恶了 他不得不走 所以,他们这时候 碰到这么大的一个艰难的时候 他们的对策是什么? 就是祷告,跟神祷告 不是在那边想一想 这个我的Plan A,Plan B 我要从哪条路逃命,比较好 然后这时候应该是要找谁 拿关系去跟王去求饶 不是 他们第一个反应就是,祷告神 神啊,你要把那个答案告诉我们 不然的话,这些人都要被杀 我们也要被杀 结果那天晚上,神就把奥秘 启示给但以利 所以,但以利就起来称颂神 他没有怎么样跳起来说,Bingo! Hallelujah! 总算有答案 有答案 他第一个反应是称颂神 称颂神,他说 神的名是应当称颂的 从亘古到永远 因为智慧能力都属他 他就把神的属性这样子称颜出来 他在这件事情当中 他认识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 我们不是说,没事碰到一个问题,解决了 好了,不提解决了,Hallelujah! 神真好 我解决了,我真快乐 不是,他就从这件事情当中 他说,他认识神是怎样的一位神 更进一步的,更广面的认识了神 对,他说,智慧能力都属于神 他改变时候日期,被王立王 将智慧适与智慧人,将知识赐给聪明人 他显明深奥隐秘的事,知道暗中所有的光明与他同居 他说,我列主的神,我感谢你,赞美你 因为你将智慧才能赐给我 云尊我们所求的,把王的事给我们指明 所以,他感谢神把这样的奥秘向他显明 所以,他马上去求见王 那个雅略,那个护卫长就赶快把他带进去 然后,王就说,你可以跟我讲解这些吗? 然后,他说,单语就说 他说,你这些没有人可以跟你说 但是,只有一位在天上的神,能显明奥秘的事 他已经把日后必有的事,指示尼布甲尼撒王 接下来,他告诉他 他说,他的梦跟他所看到的这个异象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所以,他就说,王啊,你看到的是什么? 是看到一个大的象,这个象甚高,极其光尿,31节 站在你面前,形状甚是可怕 这个头是怎么样? 我们看这个护卫,你知道 头是金头,银胸,同腹,还有铁腿 还有半泥半铁的脚 然后,不行这样子 看到这个象很可怕 接下来,他看到一个石头 他看到一个石头,砸下来,砸到他的脚 这个石头是什么? 是非人所砸出来的石头 把这整个象都砸碎了 它是打在脚上,上面整个都粉碎了 然后,就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天下 所以,这个是第一部分 梦的内容是这样子 今天要讲解了,讲解什么? 他说,什么是金头? 他的金头就是巴比伦 他说,你就是那个金头,你是诸王之王 第三、七节 因为天上的神已经把国度权柄,能力尊荣都赐给你了 然后,三十九节 在你之后,必兴齐国,不齐于你 这就是那个淫凶 我们后来知道,就是波斯马来帝国 这个在后面,在单一礼书的后面就会提到 他会更进一步讲到,这国是什么国 然后,第三个就是铜的 就是另外一个帝国 他这边没讲到希腊,但是之后会讲到 第四国,尖壮如铁,可以克制百物,压碎一切 这其实讲到罗马帝国 要分为东罗马等西罗马 所以,是两条腿 横跨欧亚两周 接下来,半离半腿的脚,是讲到什么? 应该讲到末世的十国联盟 他说,脚指都是半离半铁 所以,那个国家也是半强半弱 有很多不同的民族参杂在一起 这就跟今天的欧盟很像 欧盟里面有强的,有弱的 然后,最后他看到一个大的石头 刚才那个,你要知道 尼布甲尼撒王,这个是什么时候? 603年 主前603年,公元前603年 这在中国是什么时候? 这在中国是春秋,在春秋的时候 那个时候,尼布甲尼撒王就梦见了 这个东西 然后,他所看到的这些帝国 你看从巴比伦帝国 605年到539年 605年,从尼布甲尼撒开始算 他老爸那段还不算 波斯玛代是从古猎王根基开始算 550年开始,一到300多年 希腊帝国336,从亚利山达开始算起 到30是 因为后来帝国就分裂,分裂了好几块 4块 30年,是埃及那部分被罗马并吞的时候 另外还有几个部分,先后被并吞 所以,到底他是停在哪一段? 这个我想,拿30做一个代表好了 罗马帝国,从奥古斯都开始算 主权27年开始,到1453年 1453年是东罗马帝国灭亡的时候 十国联盟,1993是欧盟开始 所以,一直到不知什么时候 应该很快,结果结束了 所以,但依你看到这个意象 不是小case的 已经横跨2000多年的世界历史了 世界将来的发展史 所以,接下来看到那个石头 把它打碎了 这石头是什么? 他说是神的国 他说,这边第44节 天上的神,必于另立一国,永不败坏 也不归别国的人 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的国 这国必存到永远 你所看到的这块石头 他说,这个是自大的神 把后来必有的事给王子民 所以,当他一讲完之后 你不讲尼撒 他是不是检查说,很好,很好 不是,他马上俯伏在地,向但也里下拜 这不简单 他是霸主 这么骄傲的一个王,他真的是 他里面心悦臣服 他讲的那个梦,一点都没错 而且,当他解释的时候 他心里面有一个很深的共鸣 他知道说,这是对的 所以,他就高举了戴伊尼 让他管理巴比伦的全神,立他为总理 管理巴比伦的一切的择事 戴伊尼就要求王,王就把那三个朋友 也把他们提升,管理巴比伦神的事务 只是戴伊尼常在朝中势力,常在王的身边 所以,戴伊尼也让他的几个朋友也在居高位 让他们能够在这个朝中发挥影响力 这个是戴伊尼书第二章